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四节 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其实这一节呢 我们还是在谈因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只是他强调的是资产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影响因纳税所得额 因纳税所得额 我们说 它就是按税法规定 所算出来的利润 对吧 那你像资产 我们为了取得资产所发生的支出 咱们并没有 把它一次性的 作为一项费用呢 直接在你发生的时候 作为费用去列支 去扣除 而往往是把它进入到 你固定资产的相关的入账价值里面 对不对 比方说 我们现在买一台设备 我一共呢 花了一百万的成本 那这一百万 我没有说在发生的时候 做一项费用 去从我的利润当中扣除吧 这一百万 我是把它作为固定资产的 入账成本了 入账价值了 那你像资产将来最终都会形成费用的 你这固定资产 以后怎么形成费用呢 你想固定资产 随着我们的投入使用 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是不是会产生损耗 它损耗一点点 它资产的价值就会少一点点 我这一百万的固定资产价值 会随着我的使用 它会损耗掉 那损耗掉的那部分啊 我们就叫折旧费用嘛 所以一百万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将来是在使用寿命当中 分期的慢慢的去形成费用 去影响我以后各期的一个利润的 好 所以我们后面就会谈啊 你像这种固定资产 它就是通过折旧的方式 把它固定资产的价值 后期以折旧费用 分期在应纳税所得额当中去扣除 它不就影响利润了吗 OK 当然不仅仅有固定资产 还有其他的资产了 OK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关于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这是高频考点 考试爱考 首先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这个要考的话呢 就考小题 那什么叫计税基础 我们可以理解为 咱们取得固定资产 所发生的必要的成本 或者代价 计税基础 你固定资产 你后续 你不是得算折旧费用吗 那这个折旧费用呢 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数来算呢 计税基础 好 那我们就本着 你取得这固定资产 你发生了多少成本 去理解它 那分不同的取得途径 规定不一样 如果是外购 花钱买来的 那买价 加上相关税费 这个税费 你比方说 我买房子 我要交汽水 要不然 我不能过户 这是我的取得成本吧 那要进入到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还比方说我买车 我买车 我要交车辆购置税 那不也得 作为我的取得成本吗 好 当然还有增值税 但是这个增值税呢 你就得看纳税人身份了 你要是一般纳税人买资产 增值税 要是可以抵扣的话 那肯定不计入取得成本 因为它是作为进项税额 对吧 那如果你是小规模纳税人 你买资产 你所发生的增值税 它是不存在进项税额的 那直接呢 就作为你买资产 所发生的代价成本 作为你计税基础的一部分 这个就看情况嘛 好 除了税费 我们还有达到预定用途 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比方说你买这个设备 你会产生运费 你会产生安装费 那这都属于我为了取得这固定资产 所发生的代价 取得成本 好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字 外购的 我们就看 外购发生的 价 税 费 OK 第二 自行建造 比方说 现在这栋楼是我自己建的 它也是我的固定资产 那计税基础 取得成本是什么 我为了建造它 我发生了多少支出 所以它是竣工结算前 所发生的支出 很简单 好 接着融资租入 这是租赁 但什么叫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呢 往往 租赁的期限 特别长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占据了这资产使用寿命的绝大部分 比方说你这个资产能够用十年的话 我基本上也租十年 或者说将来这个资产使用寿命结束 所有权 它归我 或者将来 这个我租十年 十年以后 这资产都归我 这所有权归我嘛 那融资租赁的话呢 我们说要遵循 实质重于形式 形式上是我租进来的 好像不是我的资产 但其实 我就要把它当作 自己的固定资产去对待 所以是作为承租方的资产 去进行折旧的 那言外之意 如果是这种融资租赁 我是承租方 是我承租方的资产 我要算折旧费用 对不对 那它跟出租方还有关系吗 是不是就没关系了 因为它变成我承租方的资产了 那它出租方还需要把它作为一项资产 再去算什么折旧费用吗 当然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这是融资租入 好那融资租入 我怎么去确定 这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呢 要看有没有约定付款总额 也就是有没有约定付款的租金吗 付租金吗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约定的付款总额 加上签订合同过程中 发生的相关费用 就我要付多少租金 这是我付出的代价 加上一些相关税费 那如果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总额 那我就找不到租金 那怎么办呢 就找这资产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签合同过程当中的相关费用 好 接着是盘盈 盘盈的话呢 跟我们会计上相似 它上照同类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 重置完全价值 盘盈 你账上没有的固定资产 突然实际当中多出来了一台 比方说一台设备 这设备它又不可能从天而降 那这个设备呢 肯定实际当中也用了些年份了 现在让你发现 多出来了 那我们就去找同类型的这个设备 差不多新旧程度的 我们现在去取得它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就叫重置完全价值 这是盘盈的 这个要小心靠题 好 那如果是通过捐赠 投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还有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呢 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一个正常的买价 别人送给我的 别人投到我企业的 对吧 那我只能找资产的公寓价值 加上我所支付的相关税费 就为了得到这资产 支付的相关税费 那就是计税基础 好 接着是针对改建的固定资产 如果固定资产有发生改扩建的话 改扩建的支出呢 要增加资产的计税基础 原来 我这房子 两层 我加盖一层 那你加盖的那一层 当然要增加 你这资产的成本了 原来两层从三层 两层变到三层 绝对不一样了吧 对吧 好 但这个地方啊 他说 除以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 和租入的固定资产 所发生的改建支出 他们是单独作为后续的 长期待摊费用去处理的 而不是作为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部分的 好吗 这个后面讲长期待摊费用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说 好 这是关于计税基础 主要是一些小题 来我们看一下单选题 关于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 选项A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以竣工结算前 所发生的支出 作为计税基础 这是对的啊 好B 外购的固定资产 以购买价款支付的相关税费 还有一些其他支出 作为计税基础 是对的 加税费吗 好 C 通过捐赠方式 取得的固定资产 以该资产的供允价 加相关税费 因为你没有一个正常的买价 对吧 那就找供允价 好 选项D 谈盈的固定资产 找同类固定资产的 重置完全价值 作为计税基础 而不是供应价 好了 不正确的 咱们选D谈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 这说的是空间范围 一般来说 我就应该对我企业 自己的固定资产 去算折旧费用 可以在税前扣除 当然 排除 这些个情况 这里一共列举了七条 考试喜欢考选择题 随便列出几条 问你能不能计算折旧费用 税前扣除 那么所列举的这七条 是不允许算折旧费用 税前扣除的 我们理解为主 第一 房屋建筑物以外的 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那说的不就是车 设备吗 你买一辆车 买一个设备 你放在那 你不用 你就看着 这叫没有投入使用 好 那我们说 你没有投入使用 没有用于生产经营 那和你的生产经营无关 它不让你扣 我们强调 费用的扣除 它要跟收入相配比 如果你产生的费用 和你实现收入相关 和你的生产经营相关 那我们都是允许在税前去进行扣除的 只不过你是限额扣除 还是巨石扣除的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都没有投入到你的生产经营 你都没有使用它 税法允许你扣费用吗 不允许的 但是有例外 那就是房屋建筑物 你看他说的是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吗 言外之意 没有投入使用的房屋 也是可以计算折旧费用呢 税前扣除的 原因很简单 那个房子放在那 你不使用 空着 它也会有自然的损耗 它会有风吹 日晒 雨淋 所以可以算折旧费用吗 税前扣除 好第一点呢 我们考的相当多 好第二点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呢 所有权是出租方的 它不是我租入方 乘租方的资产 那都不是我的资产 我还提啥折旧啊 它应该是由出租方来提折旧 好第三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融资租赁 是归租入方来提折旧 那跟他出租方有关系吗 是不是也没有关系 就不用算折旧 所以二和三说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我的资产 我还提啥折旧 不能提 好第四 是以足额提取折旧 人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你折旧都已经提足了 这叫超寿命使用的固定资产 比方说原来这个资产 你买进来 一百万 然后呢 折旧呢 十年 那这一百万 已经在十年的过程当中 折完了 第十一年 你还在使用这个固定资产 那已经没有折旧 可以让你提了 整个资产的价值一百万 都在十年里边提够了 那到第十一年的时候 就不能再算折旧费用 税前扣除了 好第五 是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好 这个你比方说你像 企业 企业老板的车 天天用来 接送老婆孩子 那跟你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 没有关系 那你不能说 哎呀 这个车啊 挂在我们公司名下 我们给他算折旧费用 税前扣除 那不行 你看他的用途 他用于你生产经营了吗 没有的 对吧 好第六 这个叫单独估价 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就早期 咱们有些国企 国家呢 给他画了一块地 当初 会计上 让他们按照固定资产 去入账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土地啊 它是公有制 所以 企业你拿到这块地啊 你只能拿到土地的使用权 而对于土地使用权 应该是作为 无形资产核算的 它就不是作为固定资产 去折旧的 对吧 所以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知道一下 好 第七个是兜底的 简单看看就行 主要是前面六条 考试可以考这种多选 好 来看你 你看 单选题 下列固定资产 可以具体折旧的是 A 闲置未用的仓库和办公楼 你看 哪怕是房子 没有投入使用 我们说它也有风吹 日晒雨令 它是可以算折旧费用 去扣除的 这是对的 好 那B 以经营租赁方式 租入的 经营租赁 资产是归出租方的 那不是租入方的 所以不用折旧 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 入账的土地 这个不是折旧 它其实不是固定资产 但历史遗留问题 把它作为固定资产 不折旧 好 D 以提足折旧 人继续使用的运输工具 都已经提足了 咱们也不提了 好了 就选A OK 接下来是固定资产折旧的 计题方法 一个是时间问题 我们固定资产 它是从投入使用的次月 开始算折旧 那如果是停止使用的话 也是从次月 停止计算折旧 其实这一点跟会计上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2022年 7月10号 购入的一台设备 然后也在7月份呢 投入使用了 那我应该是从8月份 开始算折旧费用 整个22年 我应该是5个月的折旧费用 8月到12月 是吧 而且假设如果说 诶 我这个设备 我是在12月份 把设备给处置掉了 卖掉了 这叫12月份停止使用 那12月份当月 还是要算折旧的 我们是从停止使用的次月起 不再算折旧 好了 这都是次月 好 第二个简单了解一下 是关于要确定 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因为 它涉及到你算折旧费用的问题 而且一经确定的话呢 我们说不能变更 一般来说5% 好 第三 按照直线法来计算折旧 我们税法上 除非它规定的 那些可以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 比方说 像一些更新换代比较快的固定资产 常年呢 处于强震动啊 高腐蚀的状态下的固定资产 它们损耗的快 那你可以加速折旧 否则的话呢 我们税法上 对于一般的普通的固定资产 我们只认可 直线法 也就是年限平均法 所算出来的折旧费用 所以如果说你会计上用的是什么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算折旧费用的话 那我们税法上认的是什么 直线法 它就会有税块差异 为什么实际当中好多企业 算这些资产的 折旧费用的时候 都是用年限平均法 就是直线法呢 懒得去做什么纳税调整 对吧 尽量和税法规定保持一致 这个直线法怎么算 拿你固定资产的原价 就前面那个计税基础 我们给他乘以一减预计的净残值率 净残值率题目都会给你啊 然后呢 我们来除以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 那算出每一年的折旧费用 那这种情况下 每一年的折旧费用 它是平均的 年限平均法 好 那当然如果是属于 我们税法规定 可以加速折旧的资产 那可以通过缩短折旧年限 加速折旧 就让它早点折完 你可以缩短折旧年限 或者说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来计算折旧费用 比方说 会计上的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这叫加速折旧的方法 好 那加速折旧的话呢 我们以后在税收优惠那一节里面 咱们还会去学 好 接着是有关固定资产的改扩件 固定资产的改扩件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推导重置 你看 原来是一个小房子 现在我不要了 我给它盖成一座更大的房子 推导重置 原来的不要了 还有一种呢 属于纯粹的 我只是提升功能 比方说增加面积 两种 来 如果是推导重置的 那你新建的这个房子 是不是还得折旧 但你新建的房子在折旧的时候 你得去认定它的计税基础 计税成本 那怎么认定 除了你新建这个房子发生的支出 我们是不是还得考虑 你原来所推导的那个老房子的价值 因为你是把老房子给推导了 才建的新房子 所以如果老房子还有价值的话 它是不是属于你建新房 所付出的代价 你毕竟你把它推导了 好 所以我们说老房子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你这老房子的原值 减除已经提过的折旧 我们叫净值 这老房子的净值 并入到新房子的一些个建造支出 作为新房子的计税基础 然后在投入使用的次月起 按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去折旧去 好 这是推导重置 那如果是提升功能增加面积的 你比方说原来我这房子 我就是两层 我现在加盖一层 那我这房子一直在 我没有推导 所以我只需要把改扩建的支出 加在我原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上就行了 完了按照增加后的计税基础 再从改扩建的次月起 去折旧去 但这个时候折旧 原则上也应该是按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提折旧 可如果说改扩建后的固定资产 上可使用年限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 那我们按照上可使用年限来 原因很简单 你并没有把这个房子推导重置 这房子它还在 我改扩建以后 也不一定说上可使用年限 会比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高 不一定 那如果说你改扩建后的上可使用年限 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呢 你肯定要遵循实质啊 你实际你上可使用 你只能用八年了 税法规定你 最低提十年 那你不可能按十年去折旧去 我这东西我就能用八年 那我当然是按八年去折旧 但推导重置不一样 推导重置你那东西已经没了 我当然得按照 这个税法 哎 规定的折旧年限 把这新的资产去折旧去 啊 那我们反复提到折旧年限的问题 那么税法当中呢 对于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 有规定呢 他们的一个最低折旧年限 最低的 那一般呢 我们在实际当中 会计啊 往往避免税块之间的差异 不想做那些个纳税调整 所以一般实际当中 在会计上进行折旧的时候 年限呢 通常跟税法制造的年限 是保持一致的 这样就没有税块差异嘛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大家还是要去熟悉 不同资产的年限 防止它无聊 考个这样的选择题 毕竟税务师呢 他考的比较细 第一 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 你想啊 使用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它的折旧年限 也是最长的 最低20年 好 接着是一些大型的设备 包括大型的交通工具 飞机 火车 轮床 还有机器设备 这些就是10年 那小型的交通工具 像普通的汽车 对吧 非轮火以外的运输工具 像一些货车 那就是4年 好 那和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器具 工具 家具呢 那我们就是5年 而电子设备 它的更新换代是比较快的 所以折旧年限呢 也是最低的 3年 就电子设备 好 OK下面 我们如果说 会计上 你的那个折旧年限 如果跟税法不一致 怎么办呢 前面我们说实际当中 尽量是一致的 因为避免有税快差异 做纳税调整 对吧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要知道啊 要是两者不一致 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来分情况 如果说会计的折旧年限 小于税法折旧年限 比方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器具 原来买进来呢 100万 计税基础 100万 好了 会计上 它是按照 4年去折旧的 但税法 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呢 是5年 OK 现在你看看 100万 假设没有预计净残值 在会计上确认的 每一年的折旧费用 100万除以4吗 25万 一共4年 折完了 其实就是把100万的 原价 计税基础 在4年内 把它给分摊完了 年限平均法 那每一年25万的损耗 折旧费用 好 但是税法呢 税法说最低5年 那你看 最低5年 那你每一年就是 20 20 20 一共5年 对吧 好 看看有没有税块差异 这显然有税块差异 对不对 你看 你跨计算的折旧费用 是不是比税法的折旧费用 要高啊 而你想想 你在算英纳税 所得额的时候 税法是希望你扣 费用多 还是扣的少呢 他当然是希望你一晚少了扣费用 这样你交的税就多吗 所以他肯定是认税法诈的20万的折旧费 他不认你跨计上的25万 那这个时候你跨计多确认了5万的费用 怎么办呢 你跨计上多扣了费用 那我们做纳税调整就完了吗 所以前边这4年 每一年我们调增5万的费用就行了 这就这一段 会计计题的折旧 高于税法的折旧费用 那调增因纳税所得额 好 当然将来你会计折旧年限期满了 你会计上折旧已经提足了 你看到第4年就提足了 但你税法上折旧还没提完呢 税法上是不是还有一年 所以到第5年的时候你看 会计上折旧费用是零 税法允许你扣20万的折旧费用 那你是不是纳税调减20万 所以这就是后面这段话 你税法为足额扣除的部分 准于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扣出去 所以前边4年一共调增了20 第5年呢调减了20 这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的税块差异 对吧 它不是永久的 它是暂时性的 前后会抹掉的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当你会计的折旧年限大于税法折旧年限呢 比方说我们掉个头 你的会计折旧年限5年 税法折旧年限4年 那显然你会计上算的折旧费用要少 那他就是希望扣的费用少 那这个时候就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 所以当会计折旧年限跟税法折旧年限呢 不一致的时候 熟成 来选择哪个年限长 选哪个 好 第三 企业按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题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这个我们税法是不认的 因为这是你会计上基于谨慎性的要求 估出来的 你没有实际发生 税法不认 所以你不要去减少你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你仍然是按照原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继续呢提折旧去 不能扣减 减值准备 第四一个呢 是前面提过的 如果符合税法规定的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的话 那你按照加速折旧方法算出来的折旧费用 是允许全额扣除的 这没问题的 你税法说了吗 好 第五个问题呢 说的是原来这个企业 它是实行核定征收 后来改为查证征收 固定资产怎么去折旧的事 你想在核定征收的情况下 它不用去算出什么折旧费用 从你的应纳税所得额当中扣除 它不需要 因为核定征收呢 它直接由事务机关来核定所得额 或者核定它的一个这个税额 你就按照这个数交税就是了 就不用算的太复杂 根本不用你算折旧费用 但你改完查证征收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查证征收以后呢 你得老老实实的按税法的规定 去算折旧费用 去计算你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所以当你查证征收以后 你要去算折旧费用的话 怎么算 你要确定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对吧 好 那这个计税基础怎么确定 首先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你之前买这固定资产的发票 能找到发票的 按发票金额作为计税基础 那如果说 我呢 这设备都买了好多年了 一直都是核定征收 我可能都用了四五年了 才改为查证征收 那四五年前的发票 我也当时没留 没有 OK那 没有发票的 我们可以凭资产的合同 资金的支付证明 会计核算资料所载的金融 作为计税基础 所以其实这就是提醒大家 哪怕你这个企业规模小 哪怕你们企业 现在是核定征收的阶段 那你还是会计核算方面 尽量的 对吧 准确一些 那你那个发票 该留存的留存 对吧 反向什么 合同 资金 支付证明 都得好好留着 万一将来你改为 查证征收 你是要以这些为依据 来确定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再去算 折旧费用的 好 那企业核定征税 期间投入使用的资产 你现在改为查账征收了 那我们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年限去折旧 那我们这说的就是 按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扣除资产投入使用后的年限 继续折旧去 比方说 你一个100万的设备 三年前买的 过去这三年 都是核定征收 那完了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呢 是10年 你现在要开始折旧了 你不要按照10年去折 因为你已经用了三年了 只不过过去三年你是核定征收 你没有去算折旧费用 并税法上没去算折旧费用 好 那就减掉那三年 那就在剩下的七年内呢 算折旧费用去 OK 好 接着第六 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 用于收藏啊 展示啊 保值增值的 我们现在明确了 是作为投资资产处理的 我们以前好多企业的老板 拿着企业的资金 去买一些文物 艺术品 买回来以后说 哎 这跟我单位的生产经营有关啊 作为固定资产吧 完了呢 做固定资产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作为一个折旧费用 每一期确认费用 从所得额当中扣除 那你费用扣了 你当期的那个所得额 不就少了 你可以少交税 那可是其实这种文物啊 艺术品啊 它带有什么呢 保值增值的色彩 这带有投资色彩 那你作为一个有投资色彩的资产 你去算它的损耗折旧合适吗 折旧是什么 折旧是把你那资产的价值慢慢的去减少 你这种文物艺术品 价值不太可能慢慢的减少吧 往往越收藏啊 它还越值钱呢 所以现在就说了 要把它作为投资资产处理 既然是投资资产 它就不存在折旧的事 我们后面也会提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 在你持有投资资产的期间 你投资资产的成本是不允许扣除的 所以文物艺术品资产在持有期间 既提的折旧啊 贪消费用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投资资产的成本 只有在将来你把投资资产卖了 转让了 才能把成本去做扣除 好 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把它跟前面的 不得既提折旧的那些个固定资产 混在一起让你去选 能不能算折旧费用税前扣除 好我们来看 今年教材上在这呢 增加了两个点啊 其实主要是第一个 是说按规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 如果说原来进入到应交税费 代抵扣镜像税额科目核算的 原来他是一般纳税人 他有一些代抵扣的镜像税额 好现在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嘛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能抵扣镜像了 好所以说啊 截止到22年3月31号的余额啊 可以把这个不能抵的镜像税额 就转到成本呗 你原来你是买固定资产 发生的代抵扣的镜像税额 或者买无形资产的 买投资资产 买存货的相关的镜像税额 原来没有抵的 现在不让抵了 那就进入到相关这些资产的成本当中去呗 所以说可以在22年度啊 进入到相关资产成本 完了呢 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你想这些资产怎么扣除 你像我们前面谈过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不是以折旧的方式来扣啊 你把它记入固定资产成本了 那将来不就是按照折旧的方式去进行扣除吗 而对于此前已经在税前扣除的折旧摊销呢 就不再调整了 因为原来你是按照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进入到相关资产的成本去折旧去摊销的 现在呢 你要把这部分的增值税又进入到成本当中来 来折旧来摊销 那么以前已经折完的 已经摊销的金额 我们就不去调整了 不调 好 那如果对于无法划分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2022年度一次性的 把这部分的余额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他说了这么一个政策 好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文字性的政策就行 因为这样的政策要是考 咱们这种计算题的话 它也不太好出题 好 再一个新增的点 与其说新增 不如也是把我们后面税收优惠的一个内容 整合到这 而且我们后面讲税收优惠的时候 还会再提 就说对单位价值500万以上的设备 器具 最低折旧年限是4年5年10年的这些设备器具 那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一次性税前扣除 这个一定比例是多少呢 就是单位价值的50% 来进行一次性税前扣除 剩下的50% 在剩下的年度当中 按相关的折旧方式去进行税前扣除 这个我们后面呢 讲税收优惠 咱们会提到税前一次性扣除政策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中小微企业来说的 比方说 单位价值 如果是600万的设备器具 按一般情况下来说 你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的 我们后面会说 你的设备器具的价值可以一次性在税前扣除 比如你买一个设备器具 单位价值是300万 那么300万我们可以在税法上一次性税前扣除 而超过500万的 你就不能一次性扣了 就只能用折旧的方式分期扣了 而我们后面会谈你针对一些中小微企业 哪怕它的设备器具 单位价值超过500万了 我们也能够去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 那么并不是说全扣 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对于折旧年限是4年5年10年的 4年是什么 除了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是4年的折旧年限 5年呢一些器具家具工具5年 然后10年的呢 飞机火车轮船 还有一些机器设备 对吧 这是10年的折旧年限 好言外之意 只要你 不是不动产 不是那个电子设备 那就是剩下的这些设备器具 那不就是折旧年限 4年5年10年的吗 因为不动产是20年吗 对吧 最低折旧年限20年吗 然后那个电子设备 最低折旧年限是3年吗 那排除剩下的 不就是这儿所说的 4年5年10年的设备器具 如果单位价值 是500万以上的 比如600万 我们可以按照600万的50% 在税前一次性扣除 那么还有50%呢 那我们就折旧呗 你剩下的50%不能一次性扣 那就只能用折旧的方式 分析去税前扣除了 他说的是这么回事 那当然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 涉及到的纳税调整的问题 我们以后再讲税收优惠那部分 咱们再详细来展开 好 这是新增的两个点 注意一下 好 来我们看一道例题 我国境内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2022年3月10号 构进了一台生产设备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是600万 增值税是78万 好 接着还发生了运杂费 也有专用发票 金额呢 价款5万 还有增值税呢 0.45 也是在当月 也就是3月份投入使用的 好 接着 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他22年的报表 发现 企业呢 将该项固定资产全部的成本 一次性呢 计入到费用了 在所得税前呢 去做了扣除了 显然 做到有问题 我们说啊 一般 你固定资产 就应该是 分期 算折旧费用的方式 分期去扣除 你不是一次性的 把他的购置成本 购置支出 去税前扣除 除非你符合我们后边 税收优惠政策里的 一次性扣除政策 要不然普通的固定资产 你只能是 折旧方式 分期扣除的 那显然这儿做错了 我们是不是要做 纳税调整 好 按规定呢 预计净残值率 5% 按10年 提折旧 那来吧 先确定 计税基础 买来的 固定资产 那就价税费 价款600万 税 增值税 这是一般纳税人 都有专用发票的增值税 所以78万也好 0.45万也好 这都叫净项税额 它不构成你 计税的成本 对吧 好 那当然还有运杂费 5万 所以一共是605万 这是计税基础 那我就应该在605万的基础上 乘以1减5%的预计净残值率 去除以10年 算出我每一年的折旧费用 直线发毛 而我整个22年的折旧费用 我是从4月开始算哦 3月份投入使用的 4月一直到12月 是不是9个月 所以你这个一年的折旧费用呢 我们要乘以 12分之9 算出22年的折旧费用 那你22年准以在税前扣的 折旧费用 算出来 43.11 可是你呢 把605万 一次性作为成本费用 去税前扣除了 那显然 要调整吧 也就是说你 多扣了561.89万的费用 那咱们是不是要调增回来 调增 好 所以大家在做综合题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 特别是这种 如果是税法上 需要他算折旧 分期扣除的 但他会计上 把他一次性的 作为成本费用 税前列支了 那一定是有税快差异的 我们要把他会计上 多扣的费用 给他调增 加回来的 好那其实这种 就属于会计上 他做错账了 我们应该是去 调整他的会计利润 进一步的 从而调整了 他的一个应纳税 所得额 对不对 好来看多选题 他说下列资产中 所寄提的折旧 准宇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有 A 以融资租赁方式 租入的基床 那当然可以 对吧 租进来的是我的 这是融资租赁 好 展示用的艺术品 文物品 这是投资资产 不能折旧 尚未投入使用的厂房 没关系 可以折旧 因为他也有风吹 日晒雨淋 要给你来一个 未投入使用的设备 能算折旧费用吗 不可以的 好 以经营租赁方式 租出的汽车 经营租赁 资产还是出租方的 所以该折旧折旧 OK 生产经营用的仪器 你都用于生产经营了 那费用当然可以扣 OK ACDE 好了 固定资产就到这 中文字幕产 ast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你转发 资产 欢迎订阅 振議 在资产 订阅 市场 下棉